OK,所以我看了中华的那个上课的顺序 有点乱水 大部分初二的是会上完的 所以你可能有第一章初二的第一章是关于水的 这个是生化老师上 第二章关于水密度和压强 这个是物理老师会上 水的溶解度呢又是生化老师上 第四跟第五章是物理老师会上 关于大气的 然后过后这个植物的一生 这个是生物的部分 所以生化老师会上 第七跟第八章都是生物的部分 所以生化老师会上 第七章是关于技术的 就是内分泌 我们以前讲的荷尔蒙 就是在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神经的协调 中书神经就是我们的脊髓 脊髓跟这个大脑 都连贯的那些所有的神经就在这里 然后电呢 静电呢 电路跟这个电流 电压跟电阻呢 这三个呢都是属于物理的部分 都是有关于电的 然后呢他们上完了这三个部分之后 他们会把这个家庭用电呢 拉前来上 不过其实也没有差别啦 他就是先上了这个家庭用电 过后呢 那个物理老师会上第九跟第十 所以其实也差不远啦 然后其余的部分呢 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呢 四五六呢 他们的顺序呢 会是上一二三的之后呢 再跳六四五 他这样子的改变调动 是因为他希望说学生呢 在上这个空气啊 尤其是氧气的部分 还有二氧化碳的部分呢 他希望学生呢 要学会 已经学会呢 这个化学方程式的这个书写 OK 所以呢 他会有一些的调动啦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第七章跟第八章呢 是生物的部分 有关呢 这个呼吸啊 呼吸作用啊 然后呢 这个植物的土壤啊 还有他的这个根部的一些吸收 物质的吸收和运输 过后呢 九十十一呢 也是 有关于电的 有关于电的 这个是物理的部分 OK 这个虽然你讲 第九是磁 老师 为什么磁也是跟电有关 其实我们的物理 电跟磁呢 是放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发现到 原来磁 磁场可以产生电 然后电的周围又有磁场了 原来电跟磁呢 是细细相关的 就是 两个呢 是有点像阿邦阿迪一样 两个都会同时存在 所以其实电跟磁呢 都是在同样的一个部分 过后呢 其实在before this 在before this 他们的物理 他们发现到物理太少 太少东西了 所以他们又加了一个初三 初三的最不重要的两个章节 是第四跟第五章 就是星和星系 还有这个宇宙探秘 就让物理老师呢 先进这两个 才进初二的课程 OK 什么鬼来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这样子调动 可能他就觉得说 我们初一上过了 那个 初一的最后一个章节 好像是上关于太阳系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想说 倒不如呢 就连贯下去呢 也上宇宙的东西 那这个呢 星与星系呢 其实在讲那个 恒星的诞生 还有这个宇宙探秘的部分 OK 所以有一些历史 我们太空的一些 宇宙探秘的一些历史 像课本是在讲的 但是 其实霍金 其实他有说 霍金呢 他有稍微的提到一下 然后提到这个人物 其实是霍金 但是 你讲 宇宙大爆炸 有 有 有 宇宙大爆炸 有 其实宇宙大爆炸 不是霍金提出来的 好像不是 According to 课本 那是另外一个科学家提出来 然后霍金只是 在延伸 这个宇宙大爆炸过后 他认为这个宇宙呢 会不停 有两个可能性 就是不断的膨胀下去 或者会坍塌 会有两个可能性 所以 有点像是在讲悲话 OK 所以他会觉得 可能是 一直的膨胀下去 又或者是 会 最后呢 会坍塌下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是 我们发现到呢 这个宇宙呢 是正在膨胀 而且那个速度也蛮快的 好 所以这个 好像是四倍的光速 光速的四倍 所以这个也是很 特别的一个地方 OK so 物理的部分呢 其实他是先上这个星与星系 还有这个宇宙他命 然后呢 才进入的 然后上完了电之后 他们才进回去 这个初二下策的第二章 也就是光和眼 过后呢 他们又把 他们因为 我们的这个学年 好像是变成了 二月才结束 所以变成了一月的时候呢 他也把那个进度呢 也填进去 所以呢 他们的物理呢 会把这个 简单机械吗 我再看一下 好像就是机械能跟日 也就是说 明年的一月呢 你们就会进物理的部分呢 他们就会教这个 机械能和日的部分了 OK so大概是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就跳来跳去 我个人是觉得你们的这个 你们的这一年呢 就变成了那个小白老鼠 他把那个课程呢 给调来调去 主要 主要是因为初一跟初二呢 他们的这个老师的 那个排课的关系 要分成生化跟物理 就造成了 和那个整个的课程呢 是有点大调动 有点辛苦了 所以辛苦大家了 那我 我会顺着教 因为我看起来初二大部分呢 其实都是要上完的 所以我会先把那个初二的部分呢 先上完它 我个人也是觉得 如果是初三的这个宇宙探秘的部分呢 我可能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去年上过的那个课了 就YouTube的 如果你们要评测 和是什么的 那你们就先看了 OK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一个approach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会上初二的课程